早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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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来蹭一下 看它有多重 我又不敢抓 害怕它咬我 也不太重 嗯 一斤洗两次 将近两斤 素手五肉 两斤 这个就是在跑屋地上跑木一样 原地踏木 这个是今天早上我爸弄的甲鱼 估计应该是野生的吧 因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野生的颜色是偏青色 饰养的是偏黑色 它这个就是偏青色 来了 现在准备把它刷 拿了一根猪片 我还是第一次上去 刚才往上擦了一下 用这个猪片去弄它 让它咬住 然后一刀从脖子上抹开 咬它 咬 咬 咬 有点下的 咬不得 今天还蛮夹的 你那拽了 把它拽 拽了 拽了 拽是吗 有点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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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它拽了 皮还厚 你早炖了 挺肉 嗯 挺肉 我说你看到后一天来吃了 看 看到后一天来吃 你烧不掉了 那就是我撒嘛 来 我说你已经热了一两瓣 烧了一瓣铲子 你烧不掉 我烧不掉 你烧不掉 你烧不掉 烧不烧土豆沙 嗯 烧一个 本来就让我想来做那个什么 霸王别姬 对 我等一下准备了一个鸡肉 一个从冰箱里拿了一颗鸡腿出来 都解冻了 就刚开始一看这个假鱼就觉得 哇塞做出来肯定好吃 杀的时候 就以前也没有杀过这个东西 就看到是网上看视频上 这个东西要咬人 然后就害怕他被咬了 害怕我被咬了 就弄了很久 越弄越久的时候 就有点不想杀他了 所以先划一划 今天暂时不杀他 然后呢 我妈那个车又买了一个镇阳棚 原来那个镇阳棚坏掉了 对 才没用多久就坏掉了 然后又买了一个更结实 她装不来 那我来帮她装 装了一点了 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装了 天天在这个小鱼在路路里面 没去 给她装了 那我们就不要走眼了回去 我一个网都要咬着你 就是 一斤多钟一个坐着 没得想起脱 让她吃 所以将军撑进去 咬到身边形态 再咬了 把网都没形态 拿个脱头 坑到我了没坑到我 拌着我了 嗯 这个啊 嗯 你擦什么呀 没 我把这个小鱼表一下 哎 把这个小鱼表 别掉了 小鱼表 我说你两天已经 NBA了 你给大家碰碗 给大家尽量放 做把这些碗区别啊 从来一天都没掉到 有没有碰碗 有 这个地方就要大 我做个干的一托不去 我们都管不过 哪一晚上掉了根 你去啊 你去吧 哪一晚上掉了一点根 你去 再搅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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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搅 好了 搅好了 现在吃饭 他还要调一半一半 好糟糕 这么多贼紧的 他那很多都没贼的 吃饭 本来今天还应该吃霸王碟鸡了 吃哪个王八肉 还是鸡肉 就会变成了吃这个土豆丝 洋葱丝 就两个素材 抓了啊 你看这个凳子 凳子 凳子在那边都去坑 全是他抓掉的 这个也他抓掉的 没事在那摸 摸 摸爪子 装了一个新的遮阳棚 现在要骑出去感受一下 看一下他这个这个风的阻力大不大 哇 外面的太阳好大 幸好有这个遮阳棚 为我遮阳榜 遮阳棚 以为我遮阳棚 冬的阻力比原来那种脑震荡棚的阻力要大一些 就是平常吹风的话可能就要起慢一点 不能起太快了 总的来说还可以就是遮向太阳 遮风港雨 好吧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个甲鱼等个一两天来吃吧 我爸也说让它养一两天 让它 恢复恢复的什么体什么什么东西 他说可能就是拆坐了之后 他的身体比较虚 让它再恢复一下再来吃 好吧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现在准备回家 拜拜